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治 不如我们来打雪仗吧 佩奇做了个雪球 佩奇和乔治玩得非常开心 乔治 你快回来 你这只小猪 糟糕 打雪仗游戏可能玩得有点过火了 对不起 乔治 乔治 我们来玩堆雪人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堆雪人了 他们先堆了身体 乔治 这个就是雪人的身体了 现在他们在堆雪人的头 我们现在要帮他装胳膊 还有眼睛和嘴巴 乔治找了两根树枝来做雪人的胳膊 佩奇找了几块石头来做雪人的眼睛和嘴巴 妈妈 我们能帮忙洗车吗 是的 当然可以 猪爸爸接了一些可以用来洗车的温水 猪爸爸在清洁车顶 而猪妈妈在清洁引擎盖 佩奇在清洗车门 乔治想去擦车窗 但是他太矮了 可怜的乔治 我来帮你吧 哦 糟糕 乔治把海绵掉到泥坑里了 乔治 你看 你又把车子给弄脏了 让我来帮你洗掉吧 佩奇别用那个 肮脏的泥水 哦 糟糕 车子被佩奇用泥水洒了个遍 糟糕 没关系 我们用花园的水管把它冲干净 没错 没错 我去拿水管好了 佩奇拿着水管 猪爸爸打开了水龙头 怎么没有水呢 哦 佩奇 停下来 对不起妈妈 哦 猪爸爸 请你快点把水龙头关掉 哦 哈哈哈哈 不用太担心 哦 天呐 大家都被淋湿了 哼哼哼 乔治已经尽全力在跑了 但是风筝就是飞不起来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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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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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已经刮得很大了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 乔治 谢谢你爸爸 猪爸爸开始放风筝了 好啊 再高一点 猪爸爸放风筝的技术非常好 哇 没错 放风筝我可以算专家了 小心 那边有些树 小心别把风筝卡在上面了 别担心 我知道我得做什么 哦 糟糕 猪爸爸的风筝卡在树枝上了 哦 糟糕 没问题 大家都来这里 来了 爸爸 爸爸 我是佩琪皇后 和我说话的时候记得要鞠躬 哦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皇后陛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爸爸 嗯 这还有点意思 是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间房间是干什么的 这间就是恐龙屋了 你说恐龙屋吗 乔治 这就是那间恐龙屋 嘿嘿 恐龙 那恐龙在哪里呢 它就在屋子的某处 我看不到 我看不见它 我想它一定很小吧 是石上佩吉 它的个子很大 哇 哇 这些都是真恐龙的骨头 知道吗 恐龙 乔治想象自己是一只大恐龙 是一只真的恐龙 救命 救命 这间恐龙屋是乔治最喜欢的房间 我最喜欢的是皇帝和皇后的那间房间 看来爸爸已经去他自己最喜欢的房间了 那是什么房间 妈妈 有很多蛋糕的房间 猪爸爸最喜欢的房间是博物馆的餐厅 来吧 吃吧 太棒了 这间房间真是不错 妈妈用水管把泳池灌满了水 佩奇和乔治喜欢冲洗泳池 冰淇淋 冰淇淋 吃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冰淇淋 天很热的时候 兔小姐会卖冰淇淋 妈妈 爸爸 乔治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好吧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能给我也带一只回来吗 大家都爱冰淇淋 你好 猪妈妈 佩奇乔治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 我和猪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 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买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 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 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乔治 雪糕化掉之前 要快点把它吃完 不然 怕就会掉到地上 哦 糟糕 乔治的恐龙雪糕最后还是化了 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可以吃爸爸的冰淇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天气太好了 猪爸爸竟然睡着了 爸爸看上去好热 把水倒在爸爸身上 让他凉快一下 好主意 佩奇 这个看上去不错 我可以一边骑这个 一边看电视不是吗 不行 太吵了 这个东西实在太吵了 我听不到电视的声音 但是你一定要瘦下来才行 我想到了 你可以来骑我的自行车 是的 这样你还能呼吸新鲜空气 猪爸爸要骑佩奇的小自行车 听好了 爸爸 这个是踏板 这个是刹车 这个是铃铛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再见 太简单了 看来想瘦并不容易 现在我不用踩踏板就可以瘦身了 猪爸爸骑得非常快 也许我该慢一点 这个刹车不太管用啊 猪爸爸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 妈妈 爸爸去哪里了 别担心沛琪 猪爸爸肯定是因为骑得太开心了 所以才这么久 爸爸 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骑到了山坡的底下 然后又把自行车从下面推了上来 哦 可怜的猪爸爸 不过至少这也是锻炼 是的 今天锻炼了 什么意思 明天你还得继续锻炼 什么 爸爸 想要瘦下来 你就要坚持去锻炼 每天都要 哦 不 但是不要担心爸爸 我会每天监督你做的 是的 我知道你会的 真是个不错的沙滩球 乔治 你来扔球 然后我来追他吧 嘿嘿嘿嘿 乔治 结住了 哦 糟糕 乔治太小了 接不住球 哦 没事的 乔治 你们想去海里玩水吗 是的 很想爸爸 那就把币圈带上吧 好 行了 带上币圈后 你看起来很可爱 嘿嘿嘿 该我了 该我了 很好 嘿嘿嘿 现在我们可以下海玩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stof 黑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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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噗黑噗黑噗黑噗 Será 還是冷不冷啊 暖暖地 很舒服 慢一点儿 是你先开始的猪爸爸 应该破够了吧 爸爸 我真喜欢在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海滩 大家都喜欢海滩 佩奇 乔治 你们想玩水桶和铲子吗 是的 想玩 妈妈 爸爸 爸爸 我们可以把你埋在沙子里吗 呃 这个 求你了 爸爸 哦 好吧 太棒了 佩奇和乔治 把猪爸爸埋在沙子里 慢慢来 嘿嘿嘿嘿 这是乔治第一次下山游泳啊 试试看 把一只脚放进水里 哇哈 或许该试试另一只脚 哇哈哈 或许应该把两只脚一起放进水里 是个好主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做得好 乔治 但是你不需要那么用力踩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小兔瑞贝卡 和他的弟弟小兔理查德 你好 瑞贝卡 你们好啊 理查德 抓住这块浮板 然后练习用脚踢水 乔治 来试试用脚踢水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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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但水花太大了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水花 我们摇摇摇摇的特别好 小兔瑞贝和理查德大一些 他们也会像我们摇的这么好 对不对啊 瑞贝卡 没错 哦 理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理查德 哈哈哈哈 哦 天呐 理查德的洒水壶 掉到了游泳池里 啊 哇 哈哈 妈妈 抱歉 理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嗯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我想我会赢的 我跑得非常快 我跑得比你更快 准备 准备 我一小时能跑一百六十公里 我一小时能跑一百六十万公里 佩奇 苏西 不要讲话了 快跑 哦 小兔瑞贝卡跑在最前面 哦 天呐 佩奇和小羊 苏西跑在最后 佩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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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瑞贝卡赢了 佩奇和苏西最后到达 赛跑第一名是小兔瑞贝卡 好耶 乖 太好了 谢谢你 苏西 要不是你和我讲话 我就能赢了 听着佩奇 赢得比赛并不重要 参与比赛才重要 是的 爸爸 下一个比赛项目是跳远 乔治和理查德比谁能跳得远 乔治 记住 只有跑得越快 最后你才能跳得越远 乔治 准备 预备 开始 乔治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现在轮到小兔理查德了 如果理查德不住跑 他就不会跳很远 小兔理查德准备 准备 开始 小兔理查德跳得比乔治远 获胜的是小兔理查德 乔治 要记住 赢得比赛并不重要 参与比赛才重要 下一个比赛项目是接力赛 小朋友都要和爸爸 看怎么说 当然可以 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宗雄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转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唉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天亮了 乔治昨晚睡得很好 嘿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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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哈哈哈 预神 日子 有用LY大家快点来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大晴天 乔治戴上了他的雨帽 他可不想再感冒了 哦 乔治 你现在不需要戴雨帽了 我还有 oceans ays 多少 盈 increí Kelly RYFE Bapt 乔治,你能不能不要再像这样一直问为什么了 为什么 乔治真的是好很多了 佩奇一个人在玩迷你高尔夫 大象艾米莉来了 我能来试试吗,可以 艾米莉,小羊苏西已经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所以你可以做我最好的朋友了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小猫坎迪 苏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小兔瑞贝卡 你好啊,苏西 你好啊,佩奇 哦,太好了 终于看到你们又成为朋友了 我们不是朋友了 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朋友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时候和好了 佩奇,跟苏西道个歉 除非是她先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除非她先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我知道了,我来数到三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同时说对不起了 好吧 一、二、三 对不起 现在你们又是最好的朋友了 太好了 苏西,我们骑完米尼高尔夫 是个好主意 佩奇和苏西又是最好的朋友了 我先来吧 该我啦 我的球进洞了 所以我赢了 但是是我的球把它碰进去的 所以是我赢 这是你自己说的规则 不算 你才是自己说的规则呢 我赢了 不是,我赢了 你们两个的脾气真是一模一样 所以苏西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而佩奇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了 你肯定不擅长滑冰,对不对? 所以你就跟着我做吧 我确定我们一定都会滑得很好 是的,尤其是我 首先我们需要几双滑冰鞋 在滑冰场里大家都要穿滑冰鞋 你好啊,兔小姐 你好,猪妈妈 我们想要几双滑冰鞋,谢谢 给你们 谢谢 祝你们玩得愉快 小羊苏西 小兔瑞贝卡 小狗丹尼 斑马苏仪 小猫坎迪 大象艾米丽和小马佩德罗都在 佩奇的朋友们都滑得非常好 佩奇也想要来滑冰 嗨,大家好啊 你好,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没问题的 好的,你快点 滑冰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佩奇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哦天呐,好滑 好气的爸爸 乔治,你想不想滑冰啊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你去教佩奇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佩奇 就是用脚往前推,然后滑,推,推,滑 明白了 推,推,滑,推,推,滑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教佩奇 佩奇和乔治在花园里玩他们的球 乔治用力地把球抛得很高 然后再接住 这个我也能够做到 佩奇没接到球 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这是佩奇的好朋友 小羊苏西 苏西有两只网球拍 你好啊,佩奇 你好,苏西 我们来打网球吧 好啊,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接着苏西 哦,苏西没有接到球 哦,佩奇没有接到球 佩奇没有接到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舒西和佩奇喜欢打网球 但乔治觉得被遗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哦,对不起乔治 我们不能带你一起玩 因为我们只有两只球拍 哦,对了,乔治可以当我们的球童 没错,那可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哦 乔治要来当球童 当球被打到远处时 他要去捡球 接着苏西 哦,没接到 球童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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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了,球童 哦,球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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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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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乔童 乔童 哦,天哪,乔治不喜欢这个游戏 哦,天哪,乔治不喜欢这个游戏 哦,如果他既不能和恐龙一起玩,也不能玩球,他能玩什么呢,他就会吃,还有睡觉,还有那样打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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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我能抱一下小宝宝吗? 可以,如果你能非常小心的话,你就可以抱抱亚历山大了,亚历山大,这是他的名字,他叫亚历山大。 啊,这么小的宝宝,却有这么响亮的名字,这名字真不错,虽然他是一个小男孩,呵呵呵呵,啊,好像有什么味道,是吗,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哎呀,真是太恶心了,佩琪,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你也穿尿布,我才没有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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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能跟佩琪和乔治去花园玩吗?可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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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能跟佩琪和乔治去花园玩吗?可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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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能跟佩琪和乔治去花园玩吗?可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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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能跟佩琪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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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就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小猫坎迪 小杨苏西 小兔瑞贝卡和斑马苏仪来了 你们好 为什么乔治会在这个玩偶手推车里 这不是乔治 它是一个猪宝宝 我们来扔球玩吧 好的 给你 李奥 佩奇把球扔给了苏西的假想朋友 李奥他没有办法接到球 他可以接到 他只不过是不喜欢玩接球 那李奥他喜欢干什么呢 他喜欢吼叫 那他现在会吼叫吗 哦 是的 那是你发出来的声音 不是 那是李奥发出来的 哦 你好啊 李奥 佩奇假装他也可以看到狮子李奥 李奥 你也能做我的朋友吗 他说了什么呀 他刚才点了点他的头 这代表他同意了 佩奇 苏西 你们两个要进来吃水果蛋糕吗 猪妈妈给佩奇和苏西各切了一块蛋糕 妈妈 苏西他有一个假想的朋友 这位朋友叫李奥 我知道了 那他也喜欢水果蛋糕吗 哇 李奥很喜欢水果蛋糕 你不要乱说 佩奇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他想吃水果蛋糕吗 他说他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狮子李奥说 这块蛋糕他吃不完了 请乔治把它吃完吧 我们现在能去楼上玩吗 我们来玩球让身体暖起来 轮到我了 球不应该往那个方向滚的呀 大风把球吹得好远好远 球掉到池塘里去了 我用这根树枝把它取出来吧 再稍微远一点爸爸 小心点 猪爸爸 别担心 我快要拿到了 爸爸 水里面冷不冷啊 有一点点冷 大风又把球吹出了池塘 太幸运了 是啊 确实运气不错 现在风好像刮得更大了 大家把帽子戴紧 不好 大风把乔治的帽子给吹跑了 别担心 乔治 爸爸会找回你的帽子的 快点 爸爸 瞧 帽子跑到树上去了 嗯 那我就爬上去把它拿下来 这些树枝太细了 根本承受不了你的重量啊 那么 我们怎么把帽子拿下来呢 简单 我摇一摇树就好了 看来我得摇得更厉害一点 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我身上 一点都不好笑 还是有一点好笑的 妈妈 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好笑 乔治的帽子在哪儿 在你的头上呢 你的帽子 乔治 这次要抓紧了 交给我吧 乔治 你的球扔得太用力了 乔治 按照规则来说 我赢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又赢了 佩奇 乔治 今天你们堂姐克洛伊要来家里玩 好吧 我喜欢克洛伊 乔治 克洛伊跟我一样 是个大姑娘了 所以如果她觉得你太小了 不和你玩的话 你不要伤心哦 我想克洛伊会和你们一起玩的 克洛伊来了 朱伯母带着克洛伊来佩奇家里玩了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她比佩奇和乔治大一点 你好啊 克洛伊 你好佩奇 你好乔治 一会儿见 你想玩游戏吗 是的 我们来玩泥跑我追 佩奇最喜欢这个游戏 你还玩泥跑我追 那可是小孩子的游戏 嗯 我们玩泥跑我追 是因为乔治喜欢这个游戏 好的 那就陪乔治玩吧 我们是按大人的规则玩 还是按小孩子的规则 按大人的规则玩 准备好了 佩奇 你做追的人 有本事抓着我 佩奇是那个追的人 他要去追克洛伊和乔治 抓不到我吧 乔治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这不公平 你在帮助乔治 那是因为他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 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 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不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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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不好玩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 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 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乔治 快回来 你这个小家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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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也许佩奇逗乔治逗得有点过分了 佩奇 你是不是在逗乔治玩呢 不是的 妈妈 我在教他怎么接球呢 真的吗 哦 我有个游戏可以教乔治怎么玩 叫做小猪在中间 哈哈哈哈 佩奇 你拿着球站在这个地方 而乔治呢 你站在那边 好的 你们把球互相扔向对方 而我来尝试接住球 我就是中间的小猪 妈妈是中间的那头小猪 接住了 乔治 哦 错过了 乔治他接住了球 好哎 做得好 乔治 现在你把球扔给佩奇 哦 再试一遍 哦 再试一遍吧 乔治没有办法把球扔给佩奇 来吧 乔治 快把球扔给我 你犯规了 乔治 我也可以这么做 佩奇想学乔治 但是他太大了 被卡住了 我拿到球了 佩奇 现在你来坐中间的小猪 乔治接住了 好哎 接到了 一点都不好笑 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挺难骑的 需要帮助吗 佩奇 当然需要爸爸 那好吧 准备好 准备好 做好了 已经一个人骑了 已经一个人骑了很久了 知道吗 真的吗 你真的骑得很好哦 佩奇 是吗 哦 我真的做到了 看我 快看我 我真的会骑两轮子行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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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尼 苏西 瑞贝卡 你们看我再也不需要 辅助轮的帮助了 你们看一看 好吧 我们比赛骑到南瓜那里去 哈哈哈 来啦 小心 小心 我的南瓜 我马上就要赢了 佩奇没有看前面的路 哦 糟糕啊 佩奇把猪爸爸的南瓜给撞碎了 对不起爸爸 我把南瓜撞碎了 不要管南瓜了 爸爸 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了 但是记住了 以后骑车要看路哦 我保证我一定会看路的 好了 既然南瓜都已经碎了 我可以用它来做南瓜派了 我喜欢吃南瓜派 因为猪爸爸种的南瓜非常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南瓜派了 真的 好了 孩子们 首先我们练习半蹲 这个动作叫半蹲 现在练习小跳 叫交织式跳跃 动作要优雅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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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课真是太有意思了 请把双手举起来 想象你们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天鹅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动作要做得优雅美丽 佩奇喜欢跳舞 大家都喜欢跳舞 妈妈妈妈 我们都像天鹅那样跳舞了 佩奇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要跳得既优雅 用美丽才行 那很好啊 我给你看看我是怎么跳的好吗 我们先回家吧 回家后你再表演给爸爸 乔治和我看 再见 佩奇和猪妈妈到家了 首先我们得找些木柴来生火 好的 佩奇和乔治在帮爸爸收集木柴 用来生火 乔治 我来捡木柴 你帮我拿着它们 收集棍子太好玩了 很好 这些木柴够了 这堆篝火堆得真不错 我来点着它 火柴在这儿 我们不需要用火柴 爸爸 不用火柴的话 要怎么生火呢 我要用一个老方法来生火 就是通过不断摩擦这两根棍子 爸爸不断地摩擦这两根棍子 来点燃篝火 我在哪里啊爸爸 就快有了 好 小菜一碟 现在我们可以加热番茄汤了 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蟋蟀发出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是猫头鹰 快看 它在那儿呢 这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我不确定 这是爸爸的肚子 我肚子的声音 是大自然最好听的声音之一 真意味着该开饭了 我喜欢番茄汤 我也喜欢 看来猪爸爸还有一个声音 也属于大自然 怎么了 来吧孩子们 进帐篷去 该睡觉了 我们不可能都进去的 这个帐篷也太小了 不会有问题的 都进去吧 再进去一点猪妈妈